太清楚的話可以回去再看過 那首先的話呢當然 我們要先把那個多餘的欄位名稱把它刪掉 我是建議如果你下載完之後這個資料 我是建議你在做練習之前 可能先複製一個 所以我習慣是複製一個工作 按Ctrl鍵拖拉加Ctrl鍵 因為多一個啦 為什麼因為有時候你刪除之後 假設刪錯了要回頭還是少有機會 旁邊還有一個原來的 那首先呢 當然我剛剛提過的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刪除 多餘的藍的這一列的話 那底下當然有67個 第一個不能刪 其他要刪 所以我原來想到的方法 當然可以用VBA來寫 VBA的話你可以也是一樣 For I等於 當然就不是第一列開始 可能從第二列開始 可以從第二列開始 然後往下往下走 那如果呢 他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是日期兩個字的話 那就幫我把這一列給刪掉 OK 那這是一種寫法 所以其實這個寫法成是這五行 一個for回圈 一個if的判斷 然後再加上刪除 刪除列的話就是Rose X 刮斧裡面放I就可以 後面加點Delete 那這一列就會被你刪掉了 OK 所以這個是一種寫法啦 可是如果假設啦 我們不要把它弄那麼複雜 如果你不寫程式 我後來發現有個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只要用排序的就好了 怎麼排序 游標放在A1對不對 你按一下那個Z到A 你把它重新排序 我發現 你會發現Z到A之後 他就會直接怎麼樣 把所有的藍通通都排列在前面的 那主要因為是Z到A 那為什麼Z到A 因為底下的都是數字 上面的都是文字 有沒有 所以我只要排序之後呢 我就先把A2有沒有 向下選到哪裡呢 選到這邊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 這邊 就是我要刪掉的 那記得你就留下一個 有沒有 其他都刪掉 嗯 不過這個感覺就是說有點半套 假設啦 如果你要全部都VBA的話 就我剛剛講那個程式 我們先用土法煉鋼的方式 因為其實並不複雜 直接用排序就可以 然後按右鍵 刪除掉就可以了 好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還要 第二件事情要刪掉什麼 我如果要刪掉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 已經解決多餘的藍名列的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刪除多餘的日期 那所謂的多餘日期 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 我要把 我先把它重新排序 一樣啦 這裡一樣用那個 這個排序的方式 第二個的話 如果要把那個像 留下好了 留下黏就好了 月日跟週那個 兩列要把它刪掉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把游標再放在 特別號 按一下 Z到A看看 Z到A還是A到A 按一下 我按下Z到A 所以哦 剛剛是先 游標放A1 然後Z到A 然後再放特別號 一樣Z到A 所以Z到A還滿好用的 那為什麼Z到A 你Ctrl向下一下 你會發現 它會幫你排序的是 1到49號 那會49號到1 那因為特別號底下沒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底下這些就是你要刪掉的 所以你只要Ctrl向下 到多少 到2033列的地方 底下哦 如果你要全部刪掉的話 這個其實也算是 不過你們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用VBA該怎麼寫 OK 那底下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到底下 游標先放在 你Ctrl向下 先放在這一列 那先選取什麼 選取剛剛最底下這一列 先把它選2034 然後呢 再向下捲動到底下 然後並且按一下SHIP鍵 比如到這裡 按SHIP鍵 6097這裡 按SHIP鍵 就把這一幾列 選起來就按右鍵 再直接刪除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就全部刪掉了 所以哦 第二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是最快的 當然如果你想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寫VBA OK 因為我最早是 寫VBA來完成 但是我後來發現 有點太複雜了 對同學來說 好像有點消化不良 算了 我們先這樣來完成 如果程度比較好的 同學 或許可以試試看 可以把剛剛的動作 也把它變VBA 好 第二個 所以剛剛日期這邊 日到A 再來特別號日到A 然後底下刪掉 那最後一個動作就是要把 中獎號碼 六個 要把它剖開來 因為目前的話 一個儲存格 變成放六個號碼 沒辦法統計分析 所以怎麼把它剖開來 那我剖的方式是這樣 1 我先在D1 因為備註其實用不到 所以我把它輸入1好了 然後按Ctrl鍵 向右拉 向Ctrl鍵一定要按住 因為如果你沒有按Ctrl鍵 它不會自動加號 所以如果你沒有按Ctrl鍵 向右拉 它全部被1 但如果你向右拉的時候 按Ctrl鍵 有沒有 它的游標上面會多一個加號 表示說你要增加1號的意思 OK 好那你會發現 我們已經把1到6號的欄位名稱先產生了 那一樣把它調整成一樣寬度 好第一步 其實就是先產生1到6號 好 第二步的話 就是把這六個號碼 剖開放在這邊來 那特別注意 資料剖C的話 如果你要剖開 你要先把號碼選起來 記得 這個有個動作不要做錯 不是叫你全選 而是選你要剖開資料 的範圍就好了 所以選的話 記得 請你選B2 不要選B1 因為B1沒有Apple 你沒有Apple 你不要選到 所以游標先放B2 選到底 最快是什麼 Ctrl-Shield向下 Ctrl-Shield向下 意思說 幫我選到最下面 就是2033列的位置 好 那意思是說 幫我把範圍選起來 不包含B1 OK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請你按下資料裡面的資料剖C 接下來 你就提供給他正確的答案 就OK了 首先 第一個問題 你要剖開的是 有沒有什麼分格符號呢 當然有 其實這個兩個都可以 不過我原則上 因為已經有逗點 所以你先選分格符號 下一步 然後跟他講說 我的分格符號在逗點 所以逗點打勾 Tab拿掉 OK 下一步 再來的話 他會第三個問題 最重要 那請問一下 你剖開來之後 你要放哪裡 這個時候請特別注意 目標儲存格 請務必要放在第二上面 那意思就是說 幫我剖開 剖開完之後 就幫我把第一個號碼放在這邊 第二個號碼放以此類推 所以他就會幫你把它全部填滿 OK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完成之後 按完成就可以了 記得最後一個動作 一定要放第二 完成 這樣子的話 你會發現 他就幫我們剖開來了 有沒有 六個號碼 這邊就六個號碼 應該都沒錯啦 OK 那最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B欄的 這個大熱鬥號碼 按右鍵 把這一欄 因為這一欄已經剖開 不需要了 所以你直接把它刪除掉就OK了 好 那最後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最後的結果了 那你可以看到 七個號碼基本上就是從B2 到H 所以你可以把優標放在B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做什麼呢 給他一個定義名稱 這個名稱叫什麼 叫大熱鬥 開獎好了 我們之前叫開獎101吧 所以這個叫什麼 開獎 開獎大熱鬥 或者叫開獎也可以啦 Enter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得到一個 這個範圍好了 假設我取一個比較簡單 或者這個名稱叫大熱鬥也可以啦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範圍 做上個禮拜一樣的動作 就是統計他的什麼呢 包含就是他的機率 排名 那最後呢 找出 前七名的號碼 OK 試一下 在那 呀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